我一看到这个发型 也感到了危机四伏 大家新年快乐 分享时爱 爱人分享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KOMODO出品的五天信玄 一张厚厚的说明书 这款是一个豪华版 第一层是它的旗帜 风铃火山 八番大菩萨 三个旗帜和三个延长杆 第二层的布局 小发进一个一对石心的握拳手型 一对松弛的造型手 这款日甲它需要一定的打理 大家在把玩的时候还是要打理打理的 潜力的样式 吹反的部分 上方纯铜的夹灰 周围采用了贴片布衣的材质 兜的后方 五天信玄后方的毛 采用了一个摊羊毛的设计 比之前要好很多 而且还好打理 这点还可以 纯铜的喉轮 喉轮的背面 一对大袖 大袖上方刻画了一条龙 整体是手工扎织的工艺 背面 两侧各有两个流苏 人偶整体拿出来第一感觉就是比较轻 可见这个甲片应该都是非常薄的 人偶的下方还有一袋小配件 五天信玄的军配 上面写着风铃火山 这是在后方 这次的军配很轻 拿起来更加的方便 比之前对材质要好得多 这是我觉得的 五天信玄的镇与之 上方有刺绣的暗纹设计 后方也有家徽的设计 镇与之腰方的部分 第三层布局就是一些配件 咱们看一看 有一串木质的佛珠 脱装支架地台 装铠甲的箱子 整体是石木的材质 可以把一些配件放里面 比如说手型 或者是不用的一些东西 刀架一个 也是石木的材质 从支铁印长到五天信玄 边边角角这个位置 也做了一些优化 不再割手 也不再扎手 这点设计的还是挺人性的 旗帜架一个 放三杆是旗帜的 整体也是石木的材质 竖甲支架 可以把铠甲放上去的 根据自己的喜好安装 五天信玄的斜拆一把 五天信玄的胎刀一把 烧刀纹的刻画 刀销的配饰为纯通的材质 握把处真实的绑线 比较紧实 钛刀和斜拆的刀身 为不锈钢的材质 接下来是五天信玄 主体的部分 原生状态下还是比较轻的 咱们量量它的重量 443颗 头雕部分的刻画 很像游戏 包括影视剧里的一个样式 我一看到这个发型 也感到了危机四伏 兄弟们 你们怎么样了 你尽看一眼头雕 和尔线是在中间的 头雕后方还做了一个过渡 这就是开箱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得需要后期打理 身上盔甲的这个部分 整体也都是比较的轻薄 身上这每一片 都是手工扎实二层的 从这些小细节就能看出来 独立的分件 绑带的位置 整体的颜色是一个橘红色的 然后再加上金色的这种搭配 裙甲的位置 一共是七片 后方的样式 龙手的细节 龙手上方 甄嬛的细节 龙手的甄嬛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配盾的位置 金光闪闪的 然后用白色的缝线 手工扎实而成的 下方 凯夏拙的设计 以及颜色搭配 闹顿上方是采用了磁绣的工艺 下方是用纯铜的甲片 以及黑色的甄嬛 连接而成的 铝箔金色的皮革材质 梅花样式的袜子 草鞋的位置设计 正上方的角度 这个草鞋 整体为PVC硬胶的材质 我这款五天信玄的素体 非常的紧实 很紧 另一侧 手型的部分 很紧实 这款五天信玄的 好瓦版 其实跟之前相比 少了一些配件 比较明显的 就是一个面颊 旗帜整体高度为65厘米 然后加上地台的高度 约为35厘米 它的重量是不错的 整体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CO对自己的品牌 它的材质 包括一些细节方面 还是有一些进步 只不过日甲 传统的人物题材 包括武将大名 也是玩的越来越少了 这款五天信玄 相比之前 合金版版 好的档次 绝对不只是一点半点 五天信玄这个人物 其实不用再多介绍了 就CO这个配色 和设计整方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这个配色的 橘红色 加上金色 整体的搭调 如果说你喜欢玩日甲 然后喜欢这个角色的话 那么这款五天信玄 我觉得是你入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是摆在这儿是挺好看的 然后素体的紧实程度是不错的 你可以摆出一些很多的造型 如果安装振宇枝的部分 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袖给它拿下来 这样能更好看一些 我个人还是喜欢不穿振宇枝的样子 整体的设计感 现在的效果我觉得是刚刚好 不出戏 也不是那种特别保守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这就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吧